在台十四甲線持續挺進 那你可以看到我旁邊這一處 這一處的山坡 其實基本上是大面積的坍塌 那水流可以說是相當相當的湍急 那你可以一路往下看 其實它路面的部分 基本上都被吸水給掩蓋 那這些都是山頭上一直降雨 流下來的一個強烈的水流 那這些碎石目前都掩蓋住道路 其實基本上雙線道基本上 現在都是沒有辦法通行的 那我們剛剛其實有聯繫養公處 養公處有說現在其實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大型的機組 都已經進駐到這裡了 怪手 山貓都要才全力搶通這些道路 那你可以看到我旁邊這些大小碎石 還有就是小樹木樹枝 都夾雜的溪水 都現在暫時先擱置在一旁 那你可以看到我這邊湍急的溪水 後面這一處就是夏眉橋 那這一處夏眉橋 它原本的話是被整個褚石 給大量的掩蓋 那我們一直走過去 你可以看到這個湍急的溪水 基本上車子是很難開過來的 那你可以看到這一處夏眉橋 夏眉橋其實是 夏眉橋這處的橋 其實在稍早著 是不是掩蓋的 那我們剛剛看到這邊有機具 陸陸續續的在開挖 然後想要搶通單線道通行 不過現在看來是今天傍晚 還是沒有辦法 還是沒有辦法搶通 那根據我們瞭解 這個夏眉橋一路通往 就是通往物社 那也就是接下來浦霧公路的部分 那現在浦霧公路 其實有多處的攤方 那可以說是柔長寸斷 那機車基本上 機車汽車其實都很難通行 那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我們將鏡頭交還給黃大一直播